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他造成的原因 我没有太深刻的涉及到两分钟对话中 川普说了什么 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所涉及到内容 把川普的自我的辩护就全都摧毁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两分钟说了哪些东西 几乎所有媒体都报了 所有媒体都报了 左派媒体在攻击他 右派媒体相对的保守一些 但是很多人也不喜欢他 对吧 你会邮报什么的都不喜欢他 因为莫多克他的方向就是阻止川普 川普显然讨论了高度的机密 说明袭击伊朗的故事 所以这里面前提 这是两分钟录音 这里面前提我跟大家解释 这段内容的本身 是米勒拿出来的 那川普在讨论米勒的进攻伊朗的计划 但计划的本身 川普并没有同意 就不是川普下达命令 但是涉及到的人 作为米勒 是美国军事集团当中 就是军事指挥当中 最高的军事指挥官 所以他的身份 促成了他的任何政府的谈话 都是高度机密 完全高度机密 而内容的本身并没有实施 什么都没有 没有给美国带来任何影响 那现在 他影响 他的关键点在于 就是川普个人的行为 将给现在川普的案子 带来致命的打击 如果这段是真的 那川普在 在他自己的真相社会中 有所反驳 但是反驳本身的 并没有否定 这段录音本身的存在 我不知道他真相社会的网站 怎么状况 刚才我试图打不开了 那我一会儿在打开的时候 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先跟大家分享 这段他讲话内容 这段内容是公开的 是就所有人都可以听得到 所以把这段内容被视为 是一种泄密的行为 当然 作为美国的特别检察官 就是CNN拿到这段录音的本身 就是泄密 同样是泄密 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人解密 对不对 所以CNN在泄密 转给CNN的人同样是泄密 所以这是同样的 等同的罪名 那这个罪名如果来自于 美国特别检察官的话 它罪名更大 因为呢 它是明知故犯 它不是 它是向全世界公开了这件事情 所以它的罪名是更大 我们先把这个前提跟大家解释了 我们一会儿再分析这件事情 就是来打击川普的故事的内容 2021年7月1号 显然讨论了可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 机密的录音资料 CNN昨天获得这两分资料 那川普被听到在翻阅档案的本身 翻阅档案本身就是他们认为呢 那个档案在手里 在向别人展示 里面讲述了参调联系会议主席米利策划攻击伊朗的计划 那米利将对美国对手发动进攻 同时承认这些资讯是高度机密和绝密的 这下面就川普的话了 录音了 说好吧 和米利在一起 我们看看 我们会给你举个例子 那在现场的人是包括 包括米多斯川普的幕僚长 包括出版商 包括一个传记记者 还有还包括他的自己的staff 他说我想攻击伊朗 但这这不是很有趣吗 他说我有一大堆这种档案 这东西呢 这份东西他刚刚拿到 然后川普说这份东西他刚刚拿到 他说这就是他 他给我介绍这个东西 很显然 川普在炫耀这份机密档案 这是川普讲话特点 这个川普个人的生性特点是这样 我要说用别词的 可能有朋友我爱听 川普喜欢吹牛皮 有些东西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 就这个大嘴巴给他带来的麻烦 so far到现在就是自己的大嘴巴 在某些场合根本就没必要 都是没必要给自己带来的苦难 但似乎他就不改 就这个也挺怪的 似乎就不改 江山一改秉性难移 他说这就是他国防部和他一起的 我们看这个 这不是我做的 这都是他自己做的 不是我做的 这讲述的都是米勒跟国防部内容 录音发生在新泽西高尔夫球场 那在那里会见了与梅多斯自传相关的人 史密斯的起诉书里面肯定包含这部分 而最主要的指控就是 川普故意留下了与国防相关的资讯内容 这就是他的指控 那现在川普这段录音 却迎合了史密斯的指控 史密斯在起诉书中说 参与谈话的一方 一名作家 一个出版商 他的两个员工 没有任何人拥有许可 没有任何人拥有许可 是这样 那其实这里面这张照片呢 是做故意宣传这个氛围 这张照片来自于海湖庄园 你要知道 在川普现在面临的案子中 海湖庄严的文件对他没有打击性 相反 因为这件事情引发的在新泽西的录音 是整个案子的关键所在 所以起头并不关键 又关键又不关键 那关键是在过程中发生的事情 他说这不是神奇吗 你要知道这是我的案子 他说在磁带中这么说的 他说这个东西是高度机密机密的资讯 这是录音中川普自己讲的 川普跟他的员工 包括他的通讯助手 这个人叫马丁 和拿希拉里电子邮件的丑闻开玩笑 史密斯的起诉书中没有用这段 他说你知道吧 希拉里会把它印出来 他有私人电子邮件 川普说 不不 他会把这东西转给安东尼 那是民主党国会议员 而安东尼在他的电脑上 在FBI在安东尼电脑上 发现了希拉里的数千封的电子邮件 而希拉里当时是用自己的私人电子邮件 绝非加密的文件 去传递政府的内容 所以案子是等同的 川普在当时描绘东西的时候 就嘲讽了 就拿希拉里的东西开玩笑 说那希拉里什么事都没有 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手里有这个 他在讲述整个这个氛围环境 就是美国现行体制中 自里根之后 美国总统 美国副总统 美国国务卿 几乎人人都有泄密的问题 但是他司法部现在就要整川普 而川普确实在拿这东西开玩笑 这份玩笑就给自己陷入了困境 有人说那是整治他的人坏 那当然是坏 他们是最坏的 坏人才去钻空子 去整治别人 这是没错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遍布都是坏人的环境中 他川普自己也知道 生活在一个遍布坏人的环境中 如果不是遍布坏人的话 2021年的7月份 他就不会在自己的高尔夫球场 在讲什么 他本应该在白宫 是不是 你要知道这个环境是坏的吧 你跟那些人 for what 就真的for what 为什么 为什么要去讲这些 为什么要去说这些话 所以想想真的 人说叫智者无语 聪明人不是 大家有明白这道理 聪明人不是 智者才是沉默的 因为他是黄金的 那佛的嘴呢 不开口 叫进口难开 这是很麻烦 这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川普拿克林顿开玩笑 然后又回到了伊朗计划说 川普说我本来可以解密他 我现在解密不了了 你知道这可是个机密 我现在解密不了 为什么他不是总统 我们现在有个问题 这不是很有趣吗 太酷了 然后某些人他要求 然后要求某人在录音结束时 说给我带点可乐来 这就是整个谈话内容 所以这段谈话内容 包括被川普支持的 Just News的老板 Just News的老板 自己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提到说 可能会影响到司法部的起诉 就是无论怎么能够 认为川普受冤了 但是司法部 特别检察官 用要置川普于死地的概念 最憎恨的概念 去面对川普自己送上门来的借口 我觉得这么解释就对了 有些朋友不太愿意听 我们并不清楚川普将如何化解 真的不清楚 而这个命运 反过来说 命运将如何化解它 我们也不清楚 但川普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这是真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